5月18日深夜突然传来一则噩耗 香港著名形象造型师张学润在内地突逝 终年59岁令人惊讶不已 第一时间无线TVB官方在社交账号发文哀悼 悲痛证实死讯并透露张学润是烧坦自杀 据悉张学润是香港一代球王张子代之子 家人闻讯后正赶来奔丧 张学润的离世消息太突然 不但关注他的网友无法接受 就连其圈中好友官报会 唐宝如、罗琳等人都悲痛地拒绝接受媒体采访 一众艺人证实张学润死讯 但就没有透露其离世原因 大家都统一口径 心情还没有平复 暂时不做访问 媒体则报道 张学润受到财困影响 选择烧炭自杀 其弟弟得知噩耗后 悲痛欲绝 前年二月 张学润返港出席活动 当时他表示收入受疫情影响而大减 他因此学会了击骨防击 作为形象指导 他已经长达一年时间没有购买新装 或许在很多普通人看来 一年多不买新衣服算不上什么 但作为一位知名造型师 这么久不买新衣服 足见他的经济拮据到什么地步 很多细节也确实透露着张学润对金钱的渴望 他57岁生日时 朋友为他定制了一个金钱包裹着的生日蛋糕 他非常高兴地晒出来分享 张学润几年前就有经济问题 因为经常被人赖账 两年前搬到深圳定居工作 和一人罗林成为邻居 大家都念及旧情 平时会帮张学润找工作 但遭到婉拒 他希望自力更生 经营短视频直播带货 可惜效果甚微 肥妈表示 他们最近都忙于工作 少有联系 平时有看到张学润做视频 收入应该不错 他自杀后才从家人口中得知 近日在受财政困扰 应该是被客户走述 原来这些年来 张学润有问题就会找肥妈 找多了可能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近年没有再找 肥妈特别难过 之前的事问题不大 为什么要走到这一步 媒体采访与张学润 相识多年的资深演员官报会 他收到电话即崩溃痛哭 表示由于事发突然 他只希望尽快联络 Nail的家人 罗林伤心的没有接听记者电话 他以留言方式回应 对不起 我好心痛好难过 张学润开设了内地社交网账号 他最后一次露面 是在5月16日与陆诗运连线直播 陆诗运接受媒体访问表示 在直播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对方有异样 张学润表现得非常开心 说话也能带动直播气氛 挺开心的 对他的离世表示难以理解和接受 离世消息曝光 网友纷纷在张学润的视频账号下留言 他与离世前一天还更新了视频 与网友互动为工作努力到人生最后一刻 这条视频下面很多网友都赶来留言 对张学润的突然离世感到很惊讶 也有网友对张学润的为人表示肯定 对他的离世深感惋惜 媒体称 疫情发生后 张学润工作量大减 两年前搬到深圳居住 罗林是他在深圳的邻居 据悉 罗林是首位发现Nail Nail出事的朋友 他受访证实 前一天晚上跟张学润吃饭 18日黄昏发现张学润在家中出事 打电话和敲门都没有反应 屋内大门反锁 罗林第一时间报警 消防员到场撬开门锁 发现张学润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他没有结婚生子 弟弟正在内地办理认识手续 张学润去世前一切正常 电台DJ陆福是张学润好友 5月4日陆福曾发微博表示德西Nail Nail突然返港 二人相约到铜锣湾聚会 Nail Nail与陆福在疫情期间彼此扶持 他们曾于2021年4月转行做售货员 在市集摆摊卖货 张学润的父亲是香港一代球王张子代 小时候家境不错 1980年张学润随母亲到加拿大生活 并在当地修读时装设计课程 1989年亚洲小姐选拔赛 张学润是这届选美比赛的造型师和形象指导 比赛结束之后 他和万奇文 翁红 唐宝如等人一起出道 一开始他只是吕良伟的御用发型师 那只初出茅庐的张学润 利用自己敏锐的史上嗅觉和高超的造型技术 短短的几年就将吕良伟打造成了 可以媲美周润发和梁朝伟的顶级男神 1990年亚洲小姐选拔赛的造型师依旧是他 他后来还曝光了一些选美内幕 那一届选美可谓是血雨腥风 除了吴奇力 施其连 养育美外 还有两大热门大美人陈宝莲和周红 当时的亚界比赛选手的撕逼堪比真穷赚 来自北京的周红因为长相艳丽 表现也不错成为大热 人气非常高 但是在决赛前就被媒体唱衰虚伪 新机女当年曾发生重家力厕所围殴一女事件 差点被打的这个人就是周红 而且媒体居然还用内奸来形容他 这诋毁也是罪了 因为媒体的推波助澜 大热的周红爆冷颗粒无收 而另一个大热陈宝莲也是颗粒无收 当时媒体也是用大热倒灶来形容 张学润爆了这样一个猛料 决赛前工作人员从陈宝连袋子里发下了剪刀和羊粉 而且这还不是他一人所为 而是两三个人和谋所致 亚式电视剧《美丽传说》就映射了这个事 简直是让人大跌厌尽 1993年四大天王横空出世 张学润为郭富城设计的富城头风靡一时 万千迷媚心中小路乱撞 无数明星以请张学润做造型为荣 这时的张学润已经成为了香港娱乐圈天王巨星们的托尼老师 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 于是张学润专门给乐坛的天王天后们做造型 当时他的客户除了郭富城之外 还有汤宝如、陈小春、陈惠林等歌手 那只好景不长 四大天王崛起之后 香港乐坛很快就没落了 张学润的客户们几乎都走多期发展之路 并且将演艺事业的重心放在了影视领域 这样一来 张学润也跟着他们一起进军香港影视圈 由于张学润在时尚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娱乐圈又有广泛的人脉 在香港电影《每框愈下》的形势下 张学润竟然参与了一百多部影视剧 为几百部影视剧做幕后造型师 更曾经与周星驰在97家游戏师合作 饰演阿基一脚 张学润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 是2017年的《西晃几落之太豹太子太空舱》 张学润还演过舞台剧 包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他饰演白狼一脚 与万气温有不少对手戏 香港电影《没落之后》 张学润又转型成主持人 比如和李辉明主持张冠李戴等 同时他还写书 创作了几本小说 并且他还是舞台剧演员 比如和朱辉明 李家豪等人主演金星撞火星等 通过书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 张学润不仅是一个时尚大咖 而且还是一位娱乐圈的大佬 他不仅手握大量的时尚资源 而且还有丰富的娱乐资源 按理说这么牛的一个人 怎么会想着去直播带货呢 这件事的根源源自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大致在2020年的时候 张学润突然发现 他合作的歌手 一个个的演唱会都取消了 他合作的剧组 一个个都暂停拍摄了 他主持的节目 不知不觉竟然停播了 他参演的舞台剧 巡演时间也推迟了 回头一望 过去一年竟然都没工作 打开钱包一看 半年零收入 而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当时内地的威亚 在直播带货领域大杀四方 时尚教父怦然心动了 张学润可不是说说而已 他很快就拉来了阮兆祥 周家卫等好友 举行记者会 搞调宣布进军直播领域 当然了 张学润能否最终成为香港威亚 现在还不好下结论 毕竟他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和消费者的认可 但是张学润有如此想法 却给香港艺人们 打开了另一扇 超没有通告的日子里 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直播带货 给自己增加一个新的收入方式呢 然后张学润的远见 着实和清醒认知 也给困境中的香港艺人 指明了方向 内地拥有庞大的市场 和巨大的机会 有才华的香港艺人们 也可以北上发展 贡献自己的才华 不得不说 张学润真的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只可惜 正值盛年却选择烧谈自杀 令人唏嘘 如今适者一亿 愿安息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